县长徐中卫22号特别会见了魏全龙董事长徐文芳等一行人 双方就棒球赛事还有棒球结合教育、农业、观光等三面向合作来进行交流 期盼棒球体育赛事在花莲可以再创新机 同时也行销花莲的好香好水好环境 进而可以带动地方产业吸引观光人潮 县长徐中卫22号在教育处代理处长老中农霸备处长吴坤如 观光处代理处长张志祥的陪伦之下 会见魏全龙董事长徐文芳等一行人 双方就棒球赛事以及棒球结合教育、农业、观光等三方面进行合作进行交流 魏全龙董事长徐文芳提到 花莲是一个健康乐活的进行中城市 也是孕育国家体育人才的摇篮 求新智、陈一信、黄宗毅以及王光辉等优秀选手 将近80位的花莲子弟进入职棒圈 徐中卫表示前后任县长对各项体育赛事都大力的支持 以及积极推动 并且期盼未来双方共同合作 让更多人来到花莲看球赛 进而了解花莲特有的文化预涵 现在徐中卫表示 花莲是体育大县 县政府在推动体育赛事上一项不予利 在去年度109年10月份举办全民运动会 公许28项运动赛事 吸引约15000人力领花莲 现在表示明年度110年全中运也将会在花莲举行 届时期盼更多国人友人来到花莲 为所有选手们嚼喝彩 现在徐中卫接续提到 非常欢迎魏晴隆率队来花莲比赛 表现花莲的好山好水 让运动员的心胸更够开阔 从此之外更希望球队与县政府在教育 农业观光等上方面 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再次带动棒球赛事的热潮 更新家花莲的好山好水 让更多人看见 吸引更多旅人来花莲 吸引更多旅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